我会把我们的相关录影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进来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看到前一次 前两次的上课 那首先的话 因为你要点进来 比如说上一次上课的话 影片完整影片连结就在这里 上了哪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总共我把它分成八段影片 那你把八段影片回去再看过了 我想你慢慢的话 也许你一下子 刚开始听会听得比较辛苦 不过没有关系 反复听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一个逐步逐步的去听讲的话 我想你慢慢会越来越进入中 尤其这种程式太复杂 你要一次就听懂 有时候真的 除非说你本身就是属于那种 知识天才 或者是说你本来就已经对这里 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了 否则的话一次要听懂 那没关系 你回去 可以再把细节 再去 把它再细节看一下 那这影片连结在这边 你点进去之后的话 如果你有加进来 我也会在 可能上完课的隔天吧 最快可能晚上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抛到论坛 那你也会转信到你的email信箱 你就回去再把它反复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上一次上课的重点大概就这些 其实主要的话 我们就透过那个326班级 成绩查询这个范例 那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利用这个Range物件 前面讲过Range 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Esser里面 我想它重要性应该数一数二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储存格 也会可以是一个范围 那如果你要做什么 做那个范围的复制的话 很简单 Range刮补 你跟他讲哪一个范围 点Copy到哪一个储存格位置 他就帮你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Copy到另外一个位置 其实这一招非常非常好用 那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你可以用在说 比如说你要合并工作表 比如说我们有讲到 shits物件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有讲到工作表 比如说工作表物件就是shits shits物件里面的话 我们有讲到如何新增工作表 OK 如何怎么样 如何重新命名 假设我add 比如shits.add 就一个新的 但名称它可能预设的话 会自己帮你给它一个什么 工作表10 工作表11等等 我们可以把它用点内的属性重新命名 所以如果你忘记 另外的话还有讲到有关什么 删除工作表 删除特别强调 你要倒过来删 否则的话它会什么 你删掉一个它会往前递补 那位置会乱掉 所以基本上倒过来删会比较OK一些些 另外的话 我们最后是有把这个工作表的概念 利用前面这个范例 我们做了所谓的那个班级的分割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一班二班三班的资料 分别切割完之后 再分别放到个别他们的那个工作表里面 OK 比如说这件事情当然 以前如果你不会用VPN来做的话 那你恐怕就怎么样 比如像这边我把它先删除掉 假如说你会的话 你就按一下这个按键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边如果是一班的 全部都放在一个新的一班 二班的话就放二班 三班就放三班 OK 那这个是当然我们上次上课的重点 所以回去 如果你假设已经忘了差不多 我分割给换 按下它之后的话呢 那它会自动把一班的资料就放到一班 OK 二班就放到二班 三班就放三班 意思类推 OK 而且是瞬间就完成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讲到分割工作表 其实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至于怎么做 我想前面的影片都有 所以如果你细节不太清楚 请各位再把影片再重新复习一下 另外如果程式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从云丹百班里面 找到第二个单元 OK 那因为上次上课是第二 那会找到三二六的层级查询 我们的那个程式码都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那基本上刚刚那两段程式的话 它的范围 它放的位置应该会是在这边 有没有 批示新增工作表 所以页次的话大概就第四页 然后删除工作表也在第四页下面 分割工作表呢 也在这个 第四页 其实要做哪一件事 就是先产生班级的一个栏 这个栏的话就一二三 我们其实我是用把这一栏贴过来之后移除重复 那会有个清单 那我跑个回圈嘛 比如说第一先什么 先新增工作表一二三 然后再把东西查过 再把它找到之后丢到一班 OK 然后二班的再把它丢到二班 三班再丢三班 那总共我这边会有两个方法 两种方法 方法一层次在这里 那方法二 这边有一个用Vis简化层次 那所谓的Vis 因为这个层次里面有很多都会开头是 去者一 意思说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储存格 那因为开头都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简化程式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Vis 后面只要 特别之后 你可以参考一下 大概就是加一个什么呢 许子刮 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是 然后记得有Vis 后面记得也要加一个EndVis 有头要有尾 那以后的话 你只要看到这个点 表示说它其实前面是有一个许子一刮胡 就是第一个工作表 当然你不这样做也没有关系 只是说如果这样做的好处 是可以让你程式看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冗长 OK 不做也没关系 这个就是看 我习惯就是最后再做 等到程式全力不做完 然后方法二的话就是什么 传参数 不过这个方法我是放在这边情况 因为这个传参数 相对对同学来说比较困难 OK 然后再来的话 今天也许 我顺便补充一个 我觉得 非常的重要 更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 比如说 我们之前做的方法是用一个一个的比对 再把资料抠过去 那其实 还可以用另外一招 这一招其实也跟我们后面 在第几个单元 其实在单元 应该是单元05里面会特别强到 有关什么 筛选跟分割 其实我是先讲 反正都一样 那怎么利用筛选 把你要的东西抠过去 特别最后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一个功能 我想大温应该同学不陌生 一游标放在序折一里面的栏位上 按下资料里面的所谓的筛选功能 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 你要针对这个班级筛选出一班 你就把筛选到那个范围 抠到一班去就好 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之前我们的写法 会更精简 而且效率更高 尤其是你有大量资料 这一招可以值得学奖 因为第一个 它这个效率很快 第二个 它程式真的不复杂 但是你可能会需要 再多写两行程式就够了 不够这边跟各位特别讲一下 因为坊间的书期 也有讲到这一段 就是教你录制聚期 但是录了聚期之后 程式至少20行 30行 40行录一堆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 你根本眼睛都花了 不知道 但是改出来还是可以跑 只是说那样的写法 真的完全不推荐 虽然你可以用录制聚期 可以得到你要的 但是说真的 那录下来都是一堆垃圾城市 所以最后我跟各位讲 反正我们尽量是跟各位讲 最重要 精要的 就是说 我们是已经经过消化 得到的结果 告诉你这样做就对了 OK 你就可以很快 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先demo给大家看 我先把它删除掉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 不是利用那个我们上次讲的 而是用筛选 那其实是怎么样 筛选就是这个筛选 你可以把这边 比如说我要选一般的话 OK 一般就出来 再利用什么呢 这个范围 其实这样选取 指的就是range物件 那你可以把目前的这个范围 copy一下 那你其实可以就贴到一般去了 那如果二般的话呢 就是再把筛选条件 你知道 改成二般 然后二般就出来 你就才把这个范围之下 贴到二般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重点就两个 一个 如何在VBA里面 撰写筛选功能 程式一行而已 OK 第二个如何把他给我的结果 帮我复制到我新增的那个工作表 就OK了 其实没有很复杂 可是跟你讲 程式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难度 我demo一下 我先把这个关一下 当然结果 这边是用筛选做的 按一下它 有没有发现 一般就过来了 二般 三般 这样就分开来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实际上 就是利用筛选功能 加上范围的复制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OK 怎么做 我想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这个范围也许再打开来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再复习一下 前面这两个 然后待会先了解一下筛选功能 筛选也许你就是大概看一下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这个一般抠过去 程式概括 如果你暂时没有头绪的话 以前是这样 倒不如 不然你就是开发的云里面 你可以录制聚集 也可以 只是录下来都有一大堆 我待会就直接用VBA撰写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也分 分别了 逐一逐一的了解 该如何撰写 刚刚讲的这个程式 OK 可以达到快速把你的那个大量资料做什么呢 做这个所谓的那个资料分割的目的 OK 比如说你我们其实这个范例你以后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需要你一个总表 你需要按照什么呢 按照某一栏比如说班级去切割你要的资料 分别把一般就放一般独立出一个工作表 二般就放二般一个工作表 三般就放三般一个工作表 怎么做 OK 那方法其实可以套用 这个也许我讲的主要就是一个范本 那将来我是建议你就是要多去套用 反正套用久了 其实程式大概都差不多 差异性不大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我讲的这个逻辑 再来怎么做 OK 然后主要就是不要土法炼钢 反正我们就是这么一回 就是不要像以前以往 你要重复反复做很多这个重复的事情 那重复的事情就是交给VBA 里面的回圈帮你处理完毕 这部分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